一周如案立不罪,一生想要攻打劉備,中人敲勸之不罪,就在這個時候。 老叔到來,老叔只勸周如不可與劉備為敵。第一,早初雖然大扮日歸。 及病理傷元氣,若書留二人打起來,早初正好助手如來。第二,老叔進一步指出。 如果攻打太急,劉備可能和曹操聯手攻打東,那在是真正的危局,老叔的第一點是正確的。 曹操巴不得雙留二人打得你死我活你,但第二點特是助的,劉備並非九層與曹操傷口。 更不可能投降曹操,因為不管四劉備原始朱葛亮,都非常清楚,如果投降曹操滅了東。 那可下一個被迫的就只能是自己,二,也正是因為劉備不可能投降曹操。 所以他在戰略上一直採取攻勢,實際上是採取的以進求去的策略,就是想急東吳造成一個助角,不行就投降曹操,可以肯定的是, 無論是劉備仍是朱葛亮,都在心裡非常印象的看著東吳的反應。 如果東吳真要擺出,不怕撒破鏈良血一死戰的態度,那可受損失最大的肯定是劉備,甚至會再借優家可歸,因寫,最怕打仗的不是東,而是劉備。 他是在以至柔和,是在賭博,借就像1962年的古巴黎基,蘇聯氣勢洶洶,及是色類人兩人,當你國真要擺出不適一致的架勢雷蛇,蘇聯馬上灰流流地掉頭而去,可惜的是, 魯叔想當了,他的好心,被敵人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,也可以悅他的忠厚,變成了諸葛亮和劉備狡猾的背景版。 三魯叔的劉備,顯然是帶著一定的情緒,因寫他對字魂悅,我要見劉魂得。 但弄他現到劉備軍隊軍容整齊齊,及有暗自示怒,覺得孔靈真非常人也。 原明他已經活有了當初的氣勢,思想不知覺的就在了劉備者一邊,同時,魯叔見到劉備軍容整齊。 想到的確是孔靈真非常人,亦反映劉備已得孔靈之前,不過若此,四魯叔的優點是實在。 缺點是太實在,第一,他一開始就聲明,是周圓和殉權讓我借人給你越的。 而夏之二,這事也不難我,事上面須得太急。 第二,曹蘇下江南,並非只是為了攻打劉備,也包括殉權。 是志在乞統天下,曹蘇即拜,並非如常拜於東,而是拜於孫流聯軍,可魯叔及偏偏越是,都不實退曹蘇兵。 舊曹蘇,這話很容易受人疑病,豈話令對方傾著不舒服,大昌,東吳實退曹蘇,荊州就願歌東吳的,流鼻香興州。 各實有玩龍陰謀之言,可視兵者鬼道也,怎麽可能有光榮正賴的自真理? 始魯叔即現,即未仍也,五若但以嘴上功夫,演義中的諸葛亮,是當之無貴的冠軍。 先是涉戰群如,後禮也死亡亡,梁令州如無的可視,梁令西亡亦被遮不及。 以魯叔即中厚老實的性格,怎麽可能是諸葛亮的對手,果然,諸葛亮倫若地罰而了魯叔的漏洞。 誰越荊州是東吳的,未仍是流表的,魯叔活有罷伐,指號月劉奇如果在的話。 倒也越得過去,諸葛亮話上從皮封後請出劉奇,令魯叔話上那口無言,心痛魯叔。 陸劉奇的病非常奇怪,演義中並列有交代,在席的大戰即將發生的時候,劉奇全準備和留備並肩襲戰。 指示被諸葛亮給趕了回去,並列有背頂的病容,為什麽隻迫大戰才結束, 就並得需要兩外人扶出來,甚至不能撕禮的地步,魯叔月公子若不在。 如何,願明他已經看出,劉奇將不久於人世,諸葛亮月,公子在一日,守一日。 若不在,別有相義,願明他也清楚,劉奇行將就獄,後來魯叔月,劉奇過於走息。 並列高方,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,究竟發生了什麽? 如果我沒有差詐的話,很可能是劉備和諸葛亮從中使壞。 令其早死,以便奪取荊州,劉重江曹粗而生,非演義遮避實,劉奇衣服劉備也死,殊惠可人。 則劉備支持不遮我紅鳳初,當司馬輝告訴他時,及有寫鳳初爺丹球王。 當他取得荊州商洋依直向他推薦而財時,他及運,而財多在,對一個志在天下的人,總是不遮到而財之所在, 有失天下之亡,能負英雄之名,不支持我曾越過,劉備得要荊州,不是因爲他不要。 而是因爲他手不著,為有曹粗大兵壓境,類要荊商人心不負,馬兩月荊商上面受敵之地。 恐不可斷手,並願劉備表劉奇為荊州是死,以安倫心,怨明即使在劉表死了一年多後。 即使劉備已經擁有了亂破曹的光輝熱跡,荊州人心仍然不歸於他,再借證明了我的個點。 九,一個細節時,劉備舉劉奇為荊州是死,及讓他到商量去,讓關於鎮守荊州, 願未留其指示備由被利用的法律人矣。一旦六的特道,電話上戲若閉矣。 十,諸葛良好不遮收,赤壁大戰,未明是東吳的主要功勞,他卻偏偏越是他的,未明廢進狗留意苦者力, 卻偏偏偏,了些少計,實得片甲不留,怪不得形到榮近了。 也大笑,赤壁無根,也多郎之謀也,干與何事,開來吹牛也不能太過, 否則別人都不相信,雅咒若有意思了,只不過應道為徒有屈膚之勇。 在諸葛良異成,除我順手之力,君者斗者不斗勇,是也,十一流到投降。 孔明仍若氣手零零,卻叫流言赴荊州隨君八四,顯而視為人質,十二字化本已有投降之意。 衰辰應,包容育戰,內何主張以心生協議,如何能勝,十三字化裂以其數再嫁致雲。 從之前遇人的生物程度和其本身為悅,各實是一片好意,且生國的時後,沒有那麼多的人論, 不要越智雲,做非的老婆恩四,不也是元禧的老婆阿。 故我以為,所謂人論,應是樂觀中根據當成的思想觀念,強加上去的,是為了突出智雲不近女色。 指以國家為重,指示我不靈伯,中國自古以來,皆是嫁到老百姓要寫小為大家,我不知到小家和大家,怎麼就衝突上了。 我以前在永漢有的同事,剛剛烈婚,便亂掉到黑龍江,領導吸出的理由是不能總守著老婆過日者,要老是乾一番事業, 我就立無聊,為怎麼再永漢就不能乾一番事業,領導守著老婆,豆沙也乾一番,十四字飯與智雲扭翻,陣營,包龍角想著炸鋼。 也規得他能夠想出井一招秀忌,試想智雲已經深深防備,怎麼可能成功呢?真以為智雲是異傻,十五,智雲取著孔靈做回的第二條理由。 願嘗駕不著腳,使腹在駕,便失大折,願嘗試宗令時的口氣,讀者者不可被羅冠中給蒙蔽了,陪從之著解山國者時隱用雲別傳宗, 彼合者時的記載時,重平江南,以為天章君,領貴陽戒首,代字飯,飯我數若凡事,有國色。 飯肉以配雲,雲蛇藥,相遇同性,興興柔和興,故事不許,是有人勸雲勒遮。 雲藥,飯不降矣,心理可則,天下類不少,誰不取,飯我逃走。 雲露軒戒,亦無再嫁失節者如,可為證明,至於第三頂。 雲侍下佛去病,兇勞列列,何以加為,迫氣蓋,雲別存在,留備入主四諸侯, 準備大奉諸張智雲上雙月,佛去病以兇勞列列,無謀加為,令國實非打兇勞, 未可求安也,雖之下都定,各反喪子,歸家本土,乃其贏也,益州人倫,疏尼兵格, 填習家可歸人,甘安居復業,以後可亦調,不其呼聲。